各位朋友大家好,这次在新墨西哥,我们看看天高云淡,白云悠悠。 有种以前的天高云阔这种感觉,一下就能够找到,能够看着了。 这边植物还可以,刚才还,这边也下点雨,有雨水它就会有这种植物,有植物就有村庄,有村庄就有这种休息区,服务区,加油站都会有,都会出现,这是呢?佛罗里达。 见佛罗里达的那个孩子。 小树。 这个等于是个草地花园吧? 看一下,开阔吧? 多开阔? 十倍。 这在运多少辆船?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九辆。 马力达呀。 你看,这个草丛。 草丛中。 草丛中。 植物。 看看这小树。 看看这小树。 阳树光。 这边就是新墨西哥的村庄。 草丛。 然后有这个工业的设施。 这边都是村庄。 村庄这地方突然有一个大的加油站。 让大家赏心悦目。 在这下面还是比较凉爽的。 大家好。 路上也有这种风雨啊。 也有很多的山高里密。 40号山高里密。 海拔比较高。 比10号20号要高500米。 然后急转弯非常的多。 而且有那种大雨。 大雨让你都看不见前面。 打着双闪也是感觉到非常的。 好像世界末日那种感觉一样。 然后在厄克拉玛40号上。 还看到了一个卡车。 直接栽到右边的沟里面。 救援车也都到了。 堵车堵了一两个小时。 救援车辆拖的卡车。 警车。 大概有七八辆车。 在等着救援它。 所以行车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。 疲劳驾驶的可能性是比较大。 十次车祸九次快。 还有一次是那种疲劳驾驶。 让人疲劳的时候就要休息。 要进服务区休息。 去洗澡呀。 去吃东西呀。 然后去聊天啊。 然后这样可以奔钱。 人的生命是重要的。 还有就是在那个扎道上。 扎道上。 在停到扎道上。 会安全一点。 到那个加油站。 停到那个加油口。 或者是如果车位比较充裕的话。 可以停到车位上。 这样的相对安全。 但是进出加油站。 会有很多的挂蹭的情况出现。 所以要特别小心。 小心的挂蹭的出现。 这都要计分了。 又要计分。 又要罚款了。 都是安全是第一位的。 还有是在那个紧急车道。 紧急车道你要停的话。 你就处理。 比如说车开不动了。 比如说你的变速箱出问题了。 比如发动机出问题了。 因为紧急情况。 你要去处理。 要设上那种三个那种警示标志。 立你车尾后处。 要设那种标志。 因为之前发生过。 就是在紧急要停车的时候。 有一辆车坠尾了。 结果警察一查。 那个人是喝酒了。 饮酒。 酒后开车。 他说他当时是三条道。 这边有三条道。 他停到了紧急车道上。 然后那三条道都空无一人。 是后半夜。 但是酒鬼。 在酒鬼的世界里。 那是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。 他就看见那有个车。 他就追过去了。 然后就。 然后拖车费。 特别贵。 掏了八千。 然后又在那地方。 停车场停车。 停车停了又是。 一天是一百五吧。 然后那边又催着收货。 说你赶快交货。 你不交货的话, 开始罢款了。 所以造成的损失非常惨重。 因为那个肇事者他已经追尾, 他已经死亡了。 所以只有让自己的保险去赔。 让保险去赔吧。 原来办保险的时候非常积极。 但是理赔保险的时候完全就不积极。 就是出现这样的拖延。 就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吧。 尽量就用这种活生生的例子提醒大家。 不要去犯那种可以避免的错误。 那种错误你避免了, 你不就是在别人来说是故事, 在自己来说就变成了事故。 所以说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多分享一些故事。 就是交通啊。 这上面的故事。 然后让大家避免发生那种事故。 祝大家下安。 喝家欢乐。 快快乐乐的。 平平安安。 大家记得了。 分享啊。 远方的山还是红土山的。